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神魔之塔今天要跟這個美好的世界線上的祝福合作 那他這邊先公佈了幾張卡片的技能 不過我覺得他公佈的都不是大獎的技能啦 那這邊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十月開始這個合作 然後呢 這個目前就只有芸芸跟惠惠 然後還有這個達克尼斯跟何真 那這個感覺都不是大獎啦 因為他目前只公佈三張卡片 這個合作跟克莉斯還有那個雲雲的技能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合作的話他的隊長技能是界線變革 就是三消 我們熟知的那個古希大神 三消隊 三力香龍符石 加點幾個化妝消除 另外呢放一些影響這個洛珠的卡片是沒有用的 然後隊伍技能的話就是木製星攻擊力九倍 那只有九倍然後三消這個很爛啦 他主要還是一個隊員取向的一張卡片 那他隊員的話呢是CD6偷竊 然後引爆沒好世界系列成員直行的符石 已掉落強化符石 那掉落的應該就是整版都是強化 另外他這個應該是 我預測他這個 這個系列應該會 獨自就是各自成為一隊這樣子 就會成為像拳皇那樣子 就是這個系列的人 就是主在一隊 因為他這個引爆沒好世界系列的話 代表他就是拿來當作 美好世界這一系列的隊員 那之後出的三大獎應該才會是這個 隊長 那可能要等下禮拜的GMN 另外呢他可能是在這個動畫裡面 就是有比較幸運吧 所以他就是有隨機獲得以下一個效果 那第一個效果是一回合內 全隊攻擊力1.8倍 那第二個是一回合內攻擊跟回復2倍 那應該是第二個會比較好 不過這兩個的機率 不知道是不是5050 這個要等出來之後才知道 那我覺得他主要還是這個引爆整版 如果說全放美好世界的話 這樣引爆整版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這個整版直接炸掉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技能 那另外這個就等於多送的一個增傷跟回復這個 他這邊有講到 CD6非常非常的短 那就是劍跟胖刺 那胖刺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那不管是就是獲得哪一個技能 都會引爆整版 因為正常來說應該是會放全部美好系列這樣子 那如果說沒有放全部美好系列的話 這個美好世界系列的話 可能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第二張卡片是這個克力斯 這應該也是小獎 因為這種合作系列的小獎 通常都是隊員 那他的主動技能是CD6 那暗轉水牆 光轉火牆 星轉木牆 總而言之就是整版給你這個 都會變成水牆 火牆 木牆 那原本的水火木就不會變 就是暗光星會轉 就是一個整版 那其實技能有點類似這個 龜爾 不過龜爾的話它是炸版 這就不太一樣 因為像這個轉化的話 如果場面上有一些負面符石 然後風化啊 這種 可能就不會炸掉 所以跟龜爾比起來還是有差的 但是因為它是木屬性人類 所以放在這個木人盾裡面 譬如說秀吉裡面拿來當這個 結板也是不錯的 那一回合內自身隊模組攻擊力5倍 只有隊模組而已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非常的實用 主要還是它的這個 這個整版水火木牆 這個拿來打這個 強化山鼠盾進光暗 還不錯用 還不錯用 我覺得也是一張 還算實用的卡片 那另外第三張卡片是這個 雲雲 CD3 然後將6粒符石轉為3粒火牆 跟3粒星牆 這個看起來就是很適合放在旁邊 那隊伍成員屬性以外的符石又先轉換 所以應該是不會把其他的攻擊組轉掉 那隊伍中有惠惠的話可以再次開技 不過呢 還沒有出現惠惠這個卡 還沒有公佈 惠惠應該是大獎啦 說不定它跟惠惠一起搭配呢 惠惠說不定是一個 蠻適合火人的一個隊長技 這個也很難講 不過現在 就看它的技能的話呢 蠻適合放在旁邊的啦 那如果它跟惠惠一起放的話 可以再次開技 也就是它CD3可以開2次 開2次就是轉6顆火牆跟6顆星牆 算是 如果說惠惠是一個火人的強力隊員的話呢 那我覺得它就是必放了一張卡片 那這邊它 其實這禮拜的GNN就很少啦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這是小獎的技能公佈 那如果要等下禮拜 才會知道大獎到底是什麼技能 我猜應該是隊長取向的技能這樣子 那這邊就分享給大家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也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